这片林子你看 经过了多少年 起码几百年的 这个沧桑巨变 它没有被毁 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被毁了 我们觉得是一种悲哀 是我们这一代人在犯罪 同德县属于三江原子党保护局之内 在这都能这么干 哪不能这么干 世界老大都不保护 还保护什么呀 这片林子是我们 2010年的7月份 到同德县去考察的时候发现的 我在青藻高原上跑了大概有40来年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成流 成流竟然能长成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 这片林子呢 它是在黄河滩上 它的珍贵程度呢 就是占有四个世界第一 树高 树的粗细和它的年龄 以至于它的分布的海拔高度 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林子 为我们国家也是为全世界的森林生态系统里边 增加了一个森林类型 我提出的是最好 就是原汁保护 如果它不是这么大的话 建一个水坝应该绝对没问题 有的可以淹 比起来大坝的那个价值来说 有的就 我觉得尤其这片 把世界老大给淹了 如果这片林子 作为一个青海的旅游圣地 这种价值是给他们的子孙 留下的要比一个大坝要长大的多 不到半年算要把这树都移走 我们不主张移 而且这种移实际上并不是在保护它 也可能都全摧毁 我是一直反对大树移植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大的古成流 最起码得提前一年进行断根 而且最主要是那个是河滩地 黄河边上 那个沙滩地根本起不出坨来 所以我觉得非常危险 我估计成功率不会很高 如果大树出不来 以小树的话没有任何价值 为什么就偏偏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世界第一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这也是科学家最想知道的地方 从种子资源的角度 从遗传的角度来说 它是很珍贵的 而且它还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包括和全球气候的变化 有的黄金平说 这里边没有一棵植物是超过100岁的 所以因为不是古树 不需要保护 但是潘伯荣 潘教授他们随随便便数了一个 当时到罚的一棵树已经是102岁了 万一保护不下来 我们得把它的资料留着 把这个基因起码得留着 这是一个凭证 就是说多少年 多少年前 起码在世界上 它出现过这一棵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